另外来看到佛光山基隆极乐四日前举办的佛学讲座 邀请到多年以来深受疾病所苦 却努力与病为友的永文法师 他分享了人生故事 希望能够引导佛光人 透过玻璃力量克服一切匿迹 玻璃到来过去罹患红斑性狼疮 被医师宣判只剩三个月性命 后来在心经陪伴下勇敢接受治疗 成功对抗病魔故事感动全场 这一天永文法师硬要来到基隆极乐四 透过佛学讲座和佛光人接心 而他也大方分享独门的五星级秘诀 给正在经历病痛的人们 以欢喜心来提升自己的免疫系统 忏悔心来恢复自己的身心的一个慷态 感恩心来让自己的生命更光明 以平静心来避免细胞的一个病变 无助心来面对生死的来去 除了独门五星级妙方 永文法师也把会计和业力做对比 收入和支出就像善业和恶业 而结余就是果报 透过前前异动方式引导佛光人 善用剥蕊力量度过一切苦恶 任为是台北基隆总和报导